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但是我要请问基督徒,你知道吗? 我们所拜的,你肯定吗? 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宗教而已 我每次看到庙,看到事 我就喜欢看多吉言 特别它都有对联 像这一间有点破烂 但是它的对联,它写的好了不起 佛家神圣地,我说神圣地,肉干净一点 仙境极乐天,哇,了不起 然后进去里面,它的对联 它说,香烟鸟鸟,容四焰 祈祷生生应佛堂 但是今天多少教会已经没有祷告会了 老教会三十年前都有祷告会 但是现在几乎废除了 好像不需要祷告会了 美其名王家庭聚会代替了 祈祷生应该从礼拜堂出来的 但是寺庙说,他们香烟鸟鸟鸟,容四焰 然后呢,它的信仰 义礼啊,今生啊,电话通 这个是很深奥的 非得我点的话,你不能通 闲击奥妙啊,前程悟啊 你悟不了啊,对不起 你还没有那个悟性 今天基督教是这样的 我最讨厌人家说,你不得医治 因为你不够信心 很多医治啊,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最多说啊,我信心不够 不是你,是我 今天佛教有一个很大的哲理在里面 就是这个悟 你还没有悟到,所以你不懂 你还没有痛,你输了 我们不管这种法系 我要你清清楚的明白 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 我走过一个地方 我要阴隆殿 阴生恐怖 你相信这两个人会带你去哪里啊 你知道可能是天堂还是地义啊 然后他拜什么呢 他拜大二爷波 是谁来的 然后下面还有泰国女招财娘娘 这是哪门的学问 是咱们中国的历史吗 还是泰国的 还是变治了的佛教 今天他们拜什么 发财啊,化的啊,去了 他拜什么,不知道 总之能够使我发财的 我都试一试 今天我们看到假神真败 可惜 但是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是真神假败 我说可恶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 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你的真和假就在诚实 能够分辨 你是真的吗 有时在教会我等着讲道 我看到大家在敬拜 哇,在那里 哇,感谢主啊,哈雷路亚 然后朋友来,哇,你很好啊 这会这样子才来 他在敬拜啊 你在干嘛呢 当我们在唱 我灵各场 我通常失望啊 你灵唱什么 你的诚实何在 今天我们对敬拜啊 真的是门外汗 但是我算老几啊 我怎么说啊 你们在那里又唱又跳 真的是敬拜吗 是真的神所喜悦的吗 但是也很奇妙的哦 主耶稣没有说 你要用什么语气 你应该唱哪一类的诗歌 没有,他用心灵诚实 我们应该假神不败 不败假神 真神真败 真神真败 真败真神 你能够把那个真拿出来吗 这个诚实啊 应该就是真 很可惜心理本把它改成了 用真理 我说你更加抽象的话 什么叫做用真理来敬拜呢 用诚实已经足够了 主耶稣说我是真理 你应该敬拜的是这一位真理 真理的化身 真神造人 假神仁造 假神像人 人应该像真神的 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慈爱 公义 发出神给我们的美 什么叫做美啊 什么叫做丑陋 不是人的长相 是你的心 你的心 我刚刚去了俄梅山 我也上山去看 坐缆车 我才发现 以色列的马萨达的缆车 不是世界最大的 我这一次就要告诉他们 你们这个不是世界最大的 那个可以坐八十个人 我们在马萨达坐缆车上去 他们号称是世界最大的 我去俄梅山坐一百人 里面只有四个位置 是给老人家的 有残障的 很多人 几个年轻人拿着箱 一大把箱 哇 轮车门离开 冲了 他就坐在那边 我说你怎么拜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心不对 这个是佛理啊 我不是跟你讲基督教很厉害 你拜干嘛 你拜再多烧再多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那个心 佛教是讲违心论的 那今天呢 我们应该像真神 祂是慈爱的 我们要有彻底之心 祂是公义的 我们要有正义感 祂是美的 祂造作 祂把我们造成所有的 废造之物当中最美的 我们要把这个美 发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美被罪了 醜化了 很可惜 我们要活出这个美 真神照顾人 假神真败 假神真败 真神假败 对不对 我们应该假神不败 真神真败 主耶稣说 神是个灵人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拜祂 这个妇人被她点通了 她说 我知道 米撒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不再拐弯摸脚 直接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们知道了 米撒亚是西伯来文 是救援犹太人称米撒亚就是救主的意思 这因为要来救我们的主 基督是希腊文 Kristal 中国人 其实是西方的宣教师 很灵巧的 把Kristal 创制 把它译成基督 你查康希字典 你查不到基督这两个字 这个是以后西方宣教师给我们创制 意思呢 就是救主 所以你用旧约的Messiah 新约的Kristal 基督 他的意思都是我们中文 救主 今天 不管你信什么 你不信什么 我相信啊 你心中 会有一个期望 我要得救 有一位救主 会来救我 不论是你的病痛 你的困难 你的一切 你有限的生命 将来你要往哪里去呢 不止现在他要救你 他过去救你 现在救你 将来他还要救你 这一位救主 必须在你的心中 成为你的救主 耶稣说 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个妇人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她放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述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我说这是传统义 我不是十分肯定 你们来看吧 你们需要的是第一手的经历 不是二手的 我只是一个器皿 一个管道 你们来看吧 你们直接来向他领受吧 这个妇人可以有一个选择 整个水罐子连水拿走 他如果为了快一点 我倒掉一半的水 或者不要水 拿这个空罐子 因为这个空罐子 我明天还要的 但是他什么都不要 都放下来 今天我们肯为福音放下来 我有很多老师 以前我有一个我们乐队的指挥 他说了一些话 对我很管用 他说我们不能讲没有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有24小时 问题是你把时间 用在你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 我没有时间结婚 你结婚这个大事 你一定把一天挪出来 而且你用很多时间去预备 你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觉得去看一个病人很重要 我肯定你一定有时间 如果你不大想去的话 你有很多理由啊 我有更重要的时间 更重要的事情 把我的时间占起 这个妇人认为啊 我到城里去啊 向众人说 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而且非得马上去做不可 我非得更快的去做不可 这个必须 他做到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必须呢 姑且不论内容你要讲什么 他留下水罐子 这个是他的命根 今天你没有这个水罐子啊 你怎么去拿水 你知道水啊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国与国啊 可以因为水打仗 但是你看哦 他放下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是传福音吗 是啊 他传什么呢 他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我已经知道他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来看 那刚才我给你 列王记下的那个背景哦 他们是有背景的 曾经有祭司在他们当中 教他们要来信耶和华 信这一位耶和华 必拆他的弥撒亚来拯救 现在合成的人都来了 疑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而且听他讲了之后 他说求他在他那里住下 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其实两天哦 可以讲很多东西了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这些人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的 知道这真实就是主 到底你听见什么 有哪一个人说 我有一天我想想想 我想出来了 原来啊 耶稣很伟大 他来到世界 他为我上十字架 担当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 为我流宝血洗尽我的罪 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想出来的 有可能吗 我说不可能是你想出来的 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 或者你读了单张 或者读了圣经 或者读了书 你知道的 这个信仰啊 你不知道 你无从信起的 你怎么信的 你必须知道 你必须知道 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需要传福音 我们的确需要传 不然人家不知道 他不可能来信 而跟我们不同的 所有其他的宗教 你不信更好 你会信的心难理的 你知道了之后啊 你很难信下去 你应该信观音 还是信武这边 今天有一些人 复古的 信男的 满脸胡子的 脚大大的观音 你知道吗 你应该信哪一个 讲不完的 你知道为什么啊 印度人走过观音庙 他拜一拜 他说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神来的 在我们里面一大堆 那到底耶稣是谁 谁是耶稣 撒玛利亚夫人 经过一个阶段 犹太人 他带着不信力 既是个犹太人 so what 先生 他带着怀疑 先生 带着祈诺 给我吧 先生 带着祈诺 你怎么把我的过去全做出来了 今天你传福音的对象 他在哪一个层次 他对耶稣一无所知 或者他有了一点好感 或者他不再敌对了 那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些 如果他是带着敌对 我的原则我不辩论且记 我一直辩论 所以有一些的暴作要来跟你辩论 我总是必 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 我有一次到 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我过去时常去的 去到那里就有一个朋友 知道我去了 就打电话给我 牧师请你吃饭 有人请吃饭 我一口就答应了 我去到那边才知道大师不妙 原来他请了八个人 要跟我辩论 这些人都是反基督教 然后我们两个 我坐下来 我还没有做好 他们就开炮 咱们中国有五千人的文化 我们怎么成续信仰教 信什么耶稣 哇 你要跟我讲五千人的文化 那我就不理由 我就开始赤发生了 我听他们开炮了 然后我说 吃发生吃发生 然后你们再讲多一点 然后我说 你们要讲五千人的文化 对印尼的华人讲文化很容易的 因为他们三十二年了 封锁中文了 已经有一个断层了 其实他们不大懂 我说什么是文化 龙印还听过吗 台湾的柴女 他时常攻击新加坡 不过他的东西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他说什么是文化 他做过台湾的文化部长 他说文化从最简单的 我们吃饭开始 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这是我们的文化 马来人呢 印尼人用手吃饭 洋人用刀叉 不同的文化 文化怎么样表现呢 从最简单的 最原始 我们怎么吃饭 或者我们吃饭还是吃面包 还是吃什么 这样我就跟这些印尼人 华人 书法神 我说我们这一座十个人 十个里面八个拿筷子是拿错的 你知道筷子应该怎么拿才是对的 怎么样是错的吗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 你跟我讲五千人的文化 但是我看你们连拿筷子的文化你都不懂 你要跟我讲文化 我是读文化历史的 这些人就静下来了 现在我跟你们讲文化 你要从三龙五帝下三周 还是讲到比较近代的 唐宋元明清 或者是近代的历史 放马过来 全部安静 中国的文化不是佛教的文化 今天我们讲什么文化 我们找到什么呢 所以如果对方带着敌对 我们很难开始传福音 他如果先有一点好感 那就容易 我很愿意我们开诚不够 谈一谈 你要谈文化历史 谈哲学 神学都可以 但是我也很希望讨教 我也很希望如果你能够变 不是说变臉 说服我啊 你的才是对的 我的是错的 我非常感激你 但是我感谢神 我听了很多 我领悟了一些 盼望我走的是正确的 我上次告诉你们 可以听一听王东月这个人 三华王 东西南北的东 月飞的月 他是我们现今 我觉得了不起的哲学家 他很多东西在YouTube 特别你看第三 哲学思想第三十九 他讲到一些 既深又浅的哲学的一些原则 那我感谢神 很多哲学家还没有找到的 什么是真理 我知道了 因为我听到我相信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就是真理 超越一切的哲学 那我还在学习当中 到底耶稣是谁呢 我们来信靠他 我们来信靠他 他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耶稣是谁 这一位 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他说先知他带着精卫 为什么呢 你把我的过去都说出来了 你是弥赛亚 他略知一二 今天很多还没信耶稣的人 听过耶稣这个名字 但是他可能很多误解 很多有所不知 那我们信耶稣一段年日的人 也可能不了解他们的心态 有一位老人家 他讲广东话 八十多岁 躺在医院的病床 我过去跟他谈话 打个招呼跟他谈话 我就问他 听过耶稣吗 听过耶稣吗 他就看着我 他问我 好什么 好吃吗 他以为我讲 椰子书 还是叉烧书 还是什么书 耶稣 我就知道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我就赶快换一个话题 我说 礼拜堂听过吗 听过 我说礼拜堂 我家附近就有一间 我说你去过吗 不敢 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的朋友告诉我 你不可以进去那间屋子 里面的人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的 你不能怪他 我们弟兄说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肉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这是我的血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没有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 还了得 我们打开罗马书 什么罗马书 原来圣经里面有一本罗马书 他对圣经完全不懂的 但是他可能听过耶稣 你怎么样从他的略知里面 从这里开始 慢慢的跟他讲解 所以有时候我在 以前我讲到啊 我假设大家都懂了一些 我现在灵验我假设 他们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从那 不懂的那边下手 希望你能够懂 而且当你懂了一点之后 你带着兴奋 要来了解这一位 弥赛亚基督救主 他要怎么救我呢 怎么样从我民族的历史中救出来 这些是比较有伟大心智的人 我今天对国内很多弟兄姐妹说 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 不是经济的崛起 中国需要文明 怎么样才能够文明呢 福音 巴不得哦 你看见福音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然后我们怎么样操作这个答案呢 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他是救世主 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带着肯定来 所以你要知道对方 在什么层次 如果他在完全不知的当中 你去跟他讲一大堆道理 那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他递对 你真的没有必要辩论 你变赢了又怎么样呢 我不要变赢 我宁可变书 但是我要得咒这个人的 让主得咒他的灵魂 所以当我们看了 第四章 除了把这一段事情 好像讲故事那样告诉我们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神经 从中我们有挖子不尽的 怎么样传福音 从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必须到一些技巧的问题 请你给我使用 多么大的学问 罗马书 10章17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讲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今天我们传福音需要讲基督的话 我所说受的训练有一点不同 我所就读的学验 不准我们用自己的例子 很多讲道的人喜欢用例子 我的学验严厉禁止 他说耶稣讲的比喻够多了 用之其他的一定有漏洞的 只有耶稣讲的没有漏洞 我们要讲基督的话 刚才我们看见 撒玛利亚合成的人说 我们信因为听见基督的话 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 加百农的大臣 他的儿子病得要死了 他老远去到加利利的加纳 求耶稣下去医他的儿子 耶稣说回去把你的儿子好了 他转身就走 因为他信耶稣的话 今天你信什么 你是信某某人的话 或者一个个性艺人的话 或者你的朋友的话 这个你的信是second hand的 二手之了 不管你必须信基督的话 信道从听道来的 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 那你注意哦 严格的说不是神的话 旧业记家的很多神说圣父所说的 但是有很多是致死的 因为在立法之下 立法的功能是死 但是基督所带来的是恩典 祂的话是灵 是生命 是叫我们活的 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你信了耶稣 你回去就业的立法 你是在恩典中坠落 但是不要误会 不是我们可以把立法丢掉 我们是在立法的基础上 我们得作耶稣的救恩 脱去立法的咒诅 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 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得作基督给我们的力量 胜过罪了 而不是靠作就业死守立法 那已经证明不管用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作守立法上天堂 你只有靠耶稣 但是你靠耶稣 你必须胜过罪恶的挑战和试探 怎么胜过呢 只有靠基督和祂的话 所以当你看太丰富了 但是门徒在哪里呢 打包去了 他们回来一点就 父子打包回来的炒火条 或者是鸡饭 他们都不吃这些 今天我们看见 主耶稣说什么呢 我有食物 谁给你食物 我的食物是遵行那才我来着的 那门徒很多借口 还有四个月庄稼才熟了 他说趁着白日你们去做主公吧 你不用等明天 今天就是了 那么怎么传呢 我们发一个信息 打一个电话 或者走一趟 我们必须付出这些 我相信你必须付出的 所以 宁愿我们走两里路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福音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我们成为基督可以重用的仆人 所以第四章太丰富了 其实我还有下半段 但是已经快一点了 我们同行祷告 这是神明可信的 耶稣是谁的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还有两个 禁止 阿肯定 阿肯定 OK 來 我們同行禱告 恩主我們感謝祢 因為祢降師為人道成肉身 祢為我們喪失之家 祢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祢也在我們的生命中為我們平下來 感謝祢 我們得作救恩 我們獻上感謝 也求祢幫助我們 看見我們所信的 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而許多人所拜的 他們都知道 我們有責任 我們有負擔 我們有呼召 主啊 幫助我們 去把福音傳給這些人 幫助我們靈巧像神 信仰像格子 小的怎麼樣說 請祢給我水喝 主啊 願我們跟這些人溝通 我們有上頭來的智慧 我們也有祢的話語為依據 還有祢給我們的信 我們感謝祢 使人賜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 好叫我們在基督裡 我們豐豐富富的得咒 我們祷告奉主耶穌基督我們的聖命 阿滅 謝謝大家 謝謝 순